近日,洛杉基市長巴斯再次申請8,000萬元撥款用於他所制定的Inside Safe Program 以解決洛杉基市無家可歸者的安置問題 然而,部分洛杉基市議員對該計劃的有效性提出質疑 他們認為巴斯在上任後已獲得2.5億元撥款用於Inside Safe Program 但城市中的無家可歸者問題仍然十分嚴重 況且洛杉基市還面臨著3億元預算赤字 目前市預算委員會正在考慮是否要批准這一筆至今 並要求市長先提交一個詳細的支出計劃